东汉末年,群雄并起,大小战役不断 其中赤壁之战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以少胜多的战役 奠定了未属无三分天下的局面 而赤壁之战前有个重要的环节 就是诸葛亮草船借鉴的故事 诸葛亮神机妙算 在周瑜的故意刁难下,想了一个非常妙的办法 诸葛亮利用大悟天前去挑衅曹操 曹操虽怒,但却多疑,索性不理会挑衅 直接让弓箭手们万箭齐发了事 这样就郑重诸葛亮的下怀 船身上的草人密密麻麻扎满了弓箭 大明时分,诸葛亮悠哉犹哉地返航 令军士们高呼,谢曹丞相送箭 一时间曹操气得暴跳如雷 损失超过十万只弓箭,可不是一个小数目 这就是著名的草船借鉴之事 只不过草船借鉴只是前半句 但是很多人可能都不知道草船借鉴是一个歇后语 还有后半句话,而且不止一种说法 你知道它的后半句是什么吗? 这里是风云争霸 本期视频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草船借鉴的故事 看过三国演绎的都知道 在赤壁大战前,诸葛亮只身前往东吴 游说一起结盟,抵御曹操 但在说服两家联盟的过程中 诸葛亮表现出来的才华让周瑜感到威胁 正所谓一山不容二虎 周瑜和诸葛亮都是心高气傲之辈 两人一碰面便升起了争斗之心 周瑜心想,此人不除,日后必成东吴大患 于是特别设了个局 对诸葛亮说,水战之中以弓箭为重 先生能否在十日之内兼造十万支箭来? 看似平常的询问 却暗藏着周瑜想借军法来谋害诸葛亮的祸心 按理说,极致的诸葛亮应当能轻易识破周瑜的祸心 可谁曾想到,诸葛亮居然主动接下了这个周瑜所设下的阴谋 另外,诸葛亮还主动将时间缩短到了三天 更是立下了军令状 这一下轮到周瑜摸不着头脑了 他不信诸葛亮能在短短三天就整出十万支箭来 但心想,这是你诸葛亮自找的,怨不得我了 抱着这样的心态,周瑜爽快答应了诸葛亮 结果超出周瑜的意料 在那个诸葛亮施季的夜晚 诸葛亮向鲁肃借用了三十条船 在三十条船上都扎满草人 到了第三天凌晨 诸葛亮才命着三十支船向曹银进发 他算准了今日必有大物天气 此时广阔的江面上雾气弥漫 也因此他们前进的船只直到接近曹银了才被发现 诸葛亮又命令士族们开始雷鼓呐喊 故意制造出一种击鼓进兵的声势 鲁肃看到这番操作大惊失色 在他看来,诸葛亮怕不是失心疯了 居然主动去招惹曹操 就凭这么几条船,这点兵力 曹操水寨大军一出战 那就是凶多吉少的局面 正当鲁肃心里深感忐忑的时候 诸葛亮似乎是看穿了他心中的所虑 一脸坦然淡定地对鲁肃说 在这样浓雾弥漫的晚上 曹操绝不敢毅然出战 你我尽可放心地饮酒取乐 等到大物散尽 我们就可以回去了 说吧,便端起酒杯一饮而尽 此时的鲁肃虽然心中还是很忐忑不安 但是既然已经上了贼船 就不好下船了 也只能陪着诸葛亮 在船舱中饮酒取乐 草船借鉴,满载而归 很快,这支船队便来到了曹操水寨大营之前 守门的军事,剑壮自然不敢耽搁 赶忙向曹操报告 虽然曹操也感到诧异 觉得事出反常必有妖 但是大物天妾加重了他的疑心病 曹操决定不行险招 不出去追击 这一切正中诸葛亮下怀 但是不反击显得自己均威何在 曹操决定万箭齐发 令水寨的弓箭手们一起粘弓搭箭乱箭设置即可 后来曹操觉得人手不够 又让于晋张辽率领汉寨弓箭手们来助阵 一时之间上万名军士一同放箭的景象 足以吓倒任何胆小鬼 万箭齐发之下 弓箭密集如簧地向着那些船上的人影射去 不久后 船上的草人就已经扎满了弓箭 由于重量不匀 船身都有些倾斜 诸葛亮急忙下令转换方向 用另一面船来挨弓箭 随着时间的推移 天色逐渐亮了起来 觉得差不多该到离开的时间了 诸葛亮便命令船队调转船头开始回航 让军士们高喊谢曹成相送箭 天亮雾散 此时曹军中的军士们 看着自己射击了一夜的敌人 不过是些稻草人标靶 不由得说不出话来 目睹这一气的曹军将领们 也只能面面相觑地看着彼此 并向曹操如实禀报 曹操得知后 本想下令追击 但奈何诸葛亮早已走远 追不上了 得知损失十万只箭的曹操 脸色阴沉得如同天上的黑云一般 但却只能哑巴吃黄连 有苦说不出 回到咒域营地 诸葛亮指示士兵向咒域报告说 自己来交军令状了 咒域听闻奏报 大惊失色 他连忙来到岸边 只见数十艘船上密密麻麻的都是弓箭 诸葛亮命令军士们将草人身上 以及船身上的弓箭取下 经过清点 这一次 诸葛亮从曹操那里搞到了十余万只箭支 这个数量远远超出了当时周瑜所要求的十万只箭 周瑜箭状一时间也哑口无言 因为诸葛亮借箭的收获极其丰厚 于是乎 草船借箭满载而归的说法便流传开来了 草船借箭有戒无还 草船借箭对于周瑜诸葛亮而言 平白无故获得了十余万只箭支 自然说得上是满载而归 可是对于曹丞相来说 那可就不是一件非常美妙的事了 虽然曹操实力雄厚 均荣盛大 军用物资也不会少 可是平白无故地被诸葛亮将十余万只箭 就这么白白骗去 更有可能会被周瑜诸葛亮反过来利用攻打自己 一想到这一点 曹操心中的郁闷就久久不能散去 无论是谁来劝都没用 哪怕是蒋干劝他看开 十万只箭对于曹军也算不得什么大损失 曹操也没办法听进去 当时曹操的心情被诸葛亮借箭弄得很是不好 但是曹操却怪不得别人 毕竟是自己亲自下的命令 这十万只箭被诸葛亮就这么借走 怕是没得还了 由此便有了一句邂后语 草船借箭有戒无还 但是这里也有让人疑惑的地方 既然曹操都想到了要放箭 那为何不放火箭呢 关于这个问题 结合当时的情况来说 主要有以下三个原因 第一 主要还是天气的原因 当时的江面上大雾四起 又处于夜间 关于敌军的具体情况一点也不了解 因此曹操也只敢命士兵们射箭 本来就是盲射 此时若是采用火箭 火光必然会导致自己的银寨暴露 成为敌军的火把子 而诸葛亮也是利用了曹操的多疑 笃定他们不会放火箭 第二 是因为火箭需要现做现用 造价极高 况且敌方来得突然 材料准备不足 为了尽快结束战斗 曹军也只能放弃火攻 第三 说到玩火 曹操是吃过诸葛亮的亏的 诸葛亮出山的第一战 就是博望坡烧曹军 这一场战役 也让曹操在诸葛亮面前 不敢轻易使用火攻 巧合的是 赤壁之后 刘备占据荆州 表面上是向东吴暂戒荆州 但事实上 从诸葛亮的龙中队也能看出 荆州在这个计划中的重要性 以至于后来 刘备一直占据着荆州 并不打算归还荆州 可以说 后半句在如此时刻 便已经应验了 只不过这一次 是轮到东吴来品尝这种 有戒无还的感觉 不知 当时要求诸葛亮造舰的周瑜 在面对这等 有戒无还的情形的时候 会有什么感想 会不会像当初 损失十余万只弓箭的曹操一样 心情郁闷 毕竟就周瑜对荆州的执着程度来看 恐怕心情会比曹丞相差上更多 当然 这都是后话了 草船借鉴不仅仅是诸葛亮能力的一次体现 为将者不识天文 不知地理 庸才也 正是出于对自己能力的自信 诸葛亮才敢行此等常人所不敢行之事 对诸葛亮来说 草船借鉴乃是一箭双雕之戒 即戏弄了一回曹操 令曹操损失十数万只剑 让曹操哑巴吃黄连 有苦说不出之外 又挫败了周瑜 企图加害自己的阴谋 一举两得 自此之后 周瑜也不再打 要谋害诸葛亮的主意了 诸葛亮草船借鉴 可以说成功达成了预先的几方面目的 更是为后世所传颂千年 不得不说 小说三国演义中 史与虚的结合 是整部作品最突出的艺术特点 这一特点 在作者罗冠中描写战争情节时 发挥得淋漓尽致 今天说的这一个草船借鉴的事件中 诸葛亮的足智多谋 更是得以完美体现 不知道大家 对诸葛亮草船借鉴这件事 有什么样的评价 欢迎各位在评论区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